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我们首先来看花莲市民代表会 10号最后一天的市政总执询议程 轮到了代表会副主席李政伟来进行执询 他是针对了公共工程的安全问题来提出建言 花莲市民代表会10号上午进入最后一天市政总执询议程 轮到市民代表会的副主席李政伟进行执询 他针对市区公共工程的安全问题提出了建言 经过0402泰鲁阁号事件之后 那政府相关单位又再度注意我们公共工程的 一些安全防范措施上都必须络以执行 那因为这件事件那也期盼我们花莲市公所 能针对在我们花莲市的一些工程工区里面 必须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 那在防范措施以外 包括我们工程里面的一些品质 必须要求厂商针对在这个计划书里面 要求他们若以去执行他们的计划 那让我们的工程能更为完善 那更为品质能更好以外 也可以好好地来保护我们 花莲市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第二轮的联合质询当中 市民代表肖明龙、胡仁顺、蒋邦法 也个别针对原住民事务 还有市区停车乱象、社区发展等议题来发表建言 而市公所相关科室主管也一一地给予回复说明 并且表示只要市公所管辖局 能力范围就会全力来执行改善 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据取利群、华莲市报道